话说俄乌开战也一个多月了 美西方是对着俄罗斯发动了一次又一次饱和式的制裁 作为强势的一方 在反俄情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欧洲 在打败普京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当下 欧洲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能为制裁俄罗斯做些什么 前几天在欧洲一档政治辩论节目中 欧盟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 他说了一个重磅的建议 你尽量少洗澡 他一本正经的说 你可以控制你和你的孩子洗澡的时间 并且在关上水龙头的时候大喊一句 普京接招吧 看看人家这管员这直上妥妥的大聪明啊 要说这欧洲老爷们怎么制裁俄罗斯 说出来能把你给乐死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欧盟那边提出建议 就是敦促市民关掉暖气 改骑自行车或者你开慢点 或者改成居家办公远程工作 英国那边是鼓励居民少洗澡 使用电热毯代替取暖气 免费发放五万条电热毯给穷人 哎呀 一屋又挣着钱了 德国那边是建议人们少洗澡 不要依赖俄罗斯天然气 如果实在要洗啊 你就洗四个地方就行了 都穿毛衣法国那边是降低房屋室内的温度 节省空调和照明 意大利那边说了 我引入室内温度限制 冬天取暖的时候不能高于19度 夏天使用空调不能低于25度 爱尔兰那边也说了 鼓励人们用自行车或者步行的方式来代替汽车 如果开车出行实在不能避免 那就你少踩点刹车 哎 节省燃料 要不然你就别拉重物 也别拉人 不要开车里的空调 立陶宛作为大聪明 他就说了啊 请市民少烧水 取暖的时候 家中的温度 你降到16度以下 听音乐的时候 关小点 省电 爱沙尼亚说了 建议居民 你先别洗衣服了 先存一阵子 看见了吗 普京用一己之力撑起整个欧洲的环保大业呀 这一圈看起来一个个都是人才 我就一个问题 到底谁制裁谁呀 强势的一方怎么一副瘪犊子的样子呢 这个问题发人身形啊 本来要制裁俄罗斯 结果倒霉的 是他娘子自己呀 而在制裁的同盟里面 表现最强势的就是德国了 德国网友在网上发出灵魂拷问 我们德国是不是最白痴的国家 看这意思还真是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 雷哥 在欧洲制裁的大棒之下 欧洲的石油公司是纷纷受不了了 管不了你那一套了 这些大公司是纷纷使出浑身解数 开始钻 制裁政策的空子 撬牌公司早在三月初就宣布 高调退出俄罗斯 我不去你那挣钱了 结果仅仅一个月就受不了了 撬牌说 因为退出俄罗斯市场造成了40亿到50亿的资产减少 一句话损失惨重 之后骚操作就来了 欧洲的撬牌公司竟然开始偷偷购买大量俄罗斯的石油 然后再把这些石油先拉到拉脱维亚去 然后再把俄罗斯的这些不民主的石油跟自由民主的石油给它混到一块 然后一款产地为拉脱维亚的又民主又自由又充满欧洲价值的石油 它就诞生了 因为俄罗斯的石油所占的比例在这一桶里 它低于50% 所以不违反禁令 看见了吗 这招都想绝了 这就叫穷则思辩 人都是逼出来的 翘盘公司在拉脱维亚生产符合西方价值的石油这桶骚操作 欧美的政府都保持了低调和沉默 说话再硬还是抵不住现实的残酷 欧洲这帮政客是一个比一个嘴硬 那都拨齐了 事办的怎么样 无所谓 但是这个态度 他必须得像吃了维格一样强硬 要让他的选民看个爽 德国这个大聪明现在承受全欧洲最高的电价 本来能源结构还可以 但是就是因为环保主义烧坏脑子了 德国在2011年的时候就定下了一个计划 说要在2022年彻底放弃核能发电 另外还有关闭所有的燃煤电厂 第三步建造天然气发电厂 结果因为制裁俄罗斯 天然气发电厂完犊子了 北溪二号也没了 核电站关了 火力发电也关了 现在直接逼得老百姓在家烧屁差了 你敢信 好家伙 这玩意反足的效率这么高吗 从核能直接变成烧屁差 真不愧是欧洲第一大聪明 从西方这一个多月的制裁以来 远远没达到他既定的目标 英国和欧盟国家是陆续接受了俄罗斯天然气和卢布交易 大量的欧洲国家是偷偷进口俄罗斯的石油 这里面最坏的就是大漂亮 阿玛瑞克了 他们之前翻倍进俄罗斯的石油 然后直接加价高价卖给欧洲老爷 美国这一过手好吗 给石油开逛了 那就叫民主自由的石油 中国这边也没闲着 从美国购买的自由民主物液化天然气 直接走卖给欧洲 这感觉属实是有点杀主盘的意思了 这小钱钱赚爆了 属实是秦日皇某店门 他是赢麻了呀 欧洲老爷们现在好有一笔呀 他是劳母主过年是挨宅的货呀 除了经济方面以外 咱们再来聊聊西方的种族主义制裁了 这些方面就看他们的新闻报道 你就明白了 西方这套所谓的共同价值观 他有多么的虚伪 多么的邪恶 华尔街日报是公开声称 俄罗斯是贱民 德国经济学家的电视直播上 公然就宣称 即使俄罗斯人看起来像欧洲人 但是他们也不是欧洲人 这就非常赤裸裸了 俄罗斯是个欧洲国家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人家俄罗斯的文化 也是以欧洲文化为主体的国家 而德国人居然敢说出这种话 还在电视上说 很明显就是彻底的 要把俄罗斯开除出欧洲 打上不可接触者的标签 就是贱民啊 目的就为了让俄罗斯 全部变成贱民 这里面可是有一系列的思想建构的 这和昂萨新教徒那套 开除人籍的套路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思想建构呢 这种理论建构到底它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的逻辑啊 把你开除人籍 给你打上贱民不可接触者的标签 之后对你做任何反人类的事 他都没有任何负罪感了 懂了吗 因为你被开除人籍了吗 你连人都不是 我对你做点那个非人类的事 能说那是罪吗 就这套逻辑啊 为什么德国这么跳 因为他们也是有新教传统的国家 那么从这个事实来看 对于我们中国人有怎样的启示呢 大家思考一件事啊 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俄罗斯职人们 他们呀也可以通过隐姓埋名 改变语言口音 改变自己的名字 来隐藏自己的俄罗斯身份 从而逃避西方国家 对于他们的歧视和攻击 那么如果将来有一天 西方国家把对待俄罗斯的这套东西 全部用在中国人身上了 那么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 能像俄罗斯职人那样的逃避歧视吗 很明显是不能的呀 你有欧洲人的长相吗 并没有啊 现在啊 美国那边是一直试图啊 把中国跟俄罗斯绑在一块 给你扣个邪恶周心的帽子 之后他就要干反人类的事了 西方媒体其实早就在这么扑道了 就一直在这么干 搞俄罗斯啊 他们还要先思想建构 先开除人籍 毕竟他们同宗同属 宗教信仰也还接近 而如果他们要搞中国人的话 完全不用提前做这种理论建构 直接他们就开始干 当中国人拥有强大祖国的时候 他们不敢 但如果这个强大的祖国没了 到时候你说中国人 尤其是海外的中国人 你说会是什么地位 这时候最应该害怕的就是海外的富人阶级 到时候人家抢你的时候 是毫无法律跟思想包袱的 你觉得可以靠下跪换来流氓跟土匪的同情吗 然后让他们放你一马 那你可就太幼稚了 知道吗 想太多了 这两天解放军的055大型驱逐舰 展示了舰载版东风21弹道导弹的发射 我们的03号航空也快下水了 而那些职人职处无不例外是阴阳怪气气的破口大骂 这些人蠢的不行不行的 想挡白人他又挡不了 想挡昂萨他也挡不上 觉得骂自己的祖国就能表忠心了 这不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吗 之前咱们揭露过大翻译运动 不就是这帮走狗干的事吗 海外花人的地位为什么上不去 为什么屡屡遭到歧视 根子在哪 还在这帮走狗的身上啊 这里给大家再次请出纽约时报 著名华裔女记者 文青逼义反华文章的知名写者 樊小姐 她能进纽约时报 靠的就是刁钻的田工 她的文章主要就两大内容 美国爸爸好棒棒 这是一块 然后就是中国没有人权 不自由好坏坏 疫情来了 这姐们就没闲着 天天说武汉封城了 不自由了 侵犯人权了 结果有一天 她长期住院的母亲 因为医院疫情爆发 给药需要腾房间 人家直接就给她监护设备都给拔了 强行拖走了 给弄到自由病房去了 就是等着撞袋的病房 腾出房间想给其他病人用 她妈妈的护工也被赶走了 最终他们只是通了一个视频电话 也没见着面 大家就看看她当时撕心裂肺的表情 只能说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最后落了个亲自体验美国自由三件套 这还没完事 前两天她买个快餐去 结果被前面一个牵狗的白人女性歧视了 人家直接跟她说你有病毒 别理我的狗那么近 看了吗 听见了吗 好吗 她自己说感到非常的尴尬 这与她平时对中国咬牙切齿不同的是 在面对真正的美国人对她种族歧视的时候 她表现的非常的love and peace 又平和又包容 只是感觉有点尴尬 还说自己吃了点东西 感觉就好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他们那些攻击中国的文章里面经常讲的一个词 奴性 这奴性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明白了 现实报 在美国有多少靠骂中国吃饭的这些狗奴才 这帮人在海外华人的地位能高 才见了个火鬼了 对于这件事 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